哈喽大家好 我是晶晶 我现在北京车展现场带你看新车 大家都见过SUV 也都见过皮卡 带你见过把SUV和皮卡做成一块的吗 就是它长安起源107 带你一起看一下 这台车官方叫做 数质新汽车 我没有嘴瞟啊 数是数字化 智是智能化 就是说明它是一台很有科技感的 很有数字化的一台 很未来的车 其实它整个外观长得 我觉得还是挺有科技感的 就挺有那种 CyberCheck的那种感觉 整个的线条也比较的硬朗 而且你看它前面这个地方 它有一条屏幕 这个屏幕具体现在我不是很清楚 它具体的功能 但是我猜测里面的图案或者颜色 肯定是可以变的 它是一个类似于交互屏的这个感觉 有点像一个机器人的feel了 方面咱们来看一下尺寸 中型SUV的定位 整个尺寸还是挺大的 它的车长超过了5米 轴距超过了3米1 而且作为它SUV来说 它有一些特点 像离地间隙其实也比较高 然后同时配了这种行李架 整体它的车身的包围 都是用这种亮黑色的包围 还是显得挺运动的 包括其实我们看到尾部 它用了一个这种大溜背的设计 有一点跨界SUV的感觉 当然它其实并不是说主要去凸显 它跨界SUV的这个特点 咱一起来尾部你就知道了 我说的SUV和皮卡结合是什么意思 后面就是SUV一秒变身皮卡的模式 就是它的这块玻璃是可以电动伸缩的 然后同时尾箱盖其实可以这样翻折的 包括这个小盖板它也会隐藏起来 所以就一秒变成皮卡了 是不是这种形式咱们还都没见过 所以它就是一个SUV和皮卡的结合体吧 尾灯也是采用了这两条贯穿尾灯 形成了一个环状的灯带 中间一条小横杠 跟前头灯是保持了一个相互呼应的 整体还是显得非常有科技感 来到车里面整体的质感布局 其实我们都能够通过画面来看出来 整体我觉得质感还是不错的 而且布局来说就是非常的简约 很有新能源车的那种感觉 但我想聊一些更有意思的 比较有体验感的点 首先就是它中间这块大屏 它是可以左右去进行旋转的 它后面有个轴 就相当于我主驾游用的时候 它可以面向我 然后副驾也可以调到 面向它的这个角度 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人性化的 然后它没有液晶仪表 所以这块还是挺简洁的 还有就是副驾和主驾 其实都是有腿托的 然后这个副驾是能够实现 零重力座椅的 也能够有一个比较舒服的 休息的姿态 还有就是对于副驾来说 我觉得特别好的功能 是它前面有一块屏幕 你可以把它翻下来 然后它里面呢 还有一个化妆镜 同时呢 它会有一些场景的设置 比如说化妆模式 你打开之后 它的屏幕就变成了一个补光灯 还有呢 就这种零重力的休息模式等等 就是对于女生 这个女王座椅来说 我觉得是非常舒服的 还有呢 就是后排 后排的话 它其实在前排 座椅的后面 它是有预留这种卡槽的 你可以去装iPad 就相当于也装上了个屏幕 再一个呢 就是后面最后的这个风挡玻璃 其实也是可以进行升降的 你就说我就想吹风 那你也可以把它降下来 然后把后面的那个 大的那个玻璃升起来 然后就可以变成一个 非常通透的空间了 除了刚才说到的那些 这台车配置真的挺顶的 它的四个门 都是电锡门 动力方面呢 现在目前信息不是很多 就知道会有一个两驱版 会有一个四驱版 然后价格啊 包括电池度数啊什么一些 现在都没有 从前我觉得它的优势 就是它确实挺新的 就因为没有人把SUV和皮卡 结合起来这么玩过 所以它整体的这个 货备箱的拓展能力啊 然后各种各样的配置啊 然后各种各样 这种新奇的体验啊 是它的优势所在 所以呢 那你觉得这辆中国版的Cyber Track 怎么样呢